望线之星河滚烫 第八集 天天向上 一出门 魏无线便有些后悔了 自己一开始确实实被老妈挟破来的 才有了要脱离苦海的计划 可是这段时间一直跟着蓝望鸡学习 心确实静下来不少 换座以前 要她一个晚上坐在书桌前 那是不可怕 可能的 可是 刚刚蓝望鸡一副不想听她解释的表情 真的是惹到她了 魏无线拿着书本回到家 一进门才想起 不知该如何跟她母上大人交代 烦死了 烦心的是一件接着一件 第二天上午放学前 班主任老徐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老徐敲了敲讲台 还剩十分钟放学 我们调一下下半个学期的座位 一边说着 一边在大屏幕上放出座位表 全班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 之前他们的座位都是足与足交换 前后位置自己选 所以每次换完都没多大变动 这次老徐美其名曰互帮互助 打刀阔斧地做了调整 第一排第一个 魏无线看到自己的名字 赫然在第一个 脸色一下不大好 再看她的同桌 居然连同桌都没了 她跟原来的同桌从开学一直做到现在 也算是有革命友情在的 这次突然把他们分开 这次由原来的同桌换成单人单桌 下午上课就按新的座位来 座位表我打研出来贴在黑板上 大家自行对照来换 魏无线不情不愿地收拾着书包 心里的不痛快有多了一点 后排的男生班说的动作很大 想来也是心里有气 接着动作发泄发泄 我才不想坐你旁边呢 烦死了 你以为我想啊 自大狂 两个男生互对着 要是平时 魏无线肯定也会加入吐槽队伍里 可是今天他只是默默地收拾着书本 默默地走到新的座位 坐下后才发现老徐真的操碎了心 他的左边的英语课代表 后面是班长 当天下午的自学课 老徐的互帮互助活动就开始了 老徐一个人在讲台上讲着 这样安排如何如何的好 全班则是 魏无线低头翻着习题 物理化学已经做完了 语文数学没问题 英语蓝忘机已经安排好了 一想到蓝忘机 魏无线又烦躁地抓了一下头发 左边的英语课代表以为他遇到什么不懂的题 拿着笔敲了一下他的书桌 你哪道题不会 我给你讲讲 英语课代表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女生 笑起来有两个可爱的小酒窝 魏无线抬头尴尬地笑了一下 没什么 我先自己看看 他埋头开始做起了习题 尽管老徐的初心是好的 但有些问题他可以在蓝忘机面前出丑 在他们面前他不想露气 魏无线突然震了一下 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为什么他会觉得 在蓝忘机面前可以特别一点 晚上 魏无线习惯性地往楼上走 走到一半又折了回家 往复了几次 脏色忍不住问 你是玩循环吗 一直进进出出的 魏无线 深呼吸了口气 魏无线敲了敲门 看见蓝西沉正准备出门 阿线来了 快进去吧 忘机在等着呢 大哥要出门 嗯 有些事和同学出去一趟 那我 魏无线站在门边有些不好意思 眼睛瞄了瞄蓝忘机的房门 余光见到蓝忘机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那里了 近来 没有多余的字 语气还是那样的清冷 可是莫名的魏无线觉得 心情疏敌一下就明亮了 嗯 魏无线没有察觉到 自己的嘴角已经飞快地上扬 朝蓝西沉挥挥手 那大哥白白了 我进去了 蓝西沉笑着摇摇头 练习我都做好了 那 魏无线连忙将英语习题拿了出来 蓝忘机 你下午就在做习题吗 不全是 其他的我都做完了 老徐在自习课搞了个什么互帮互助活动 我就把英语给写了 不过这几道题我不大明白 你给我讲一讲呗 魏无线指着习题册上 被他标记的题目说道 互帮互助 那你们小组不讨论问题 他们哪有你讲得好 魏无线嘟囔了一句 当然他心里的那点小想法 是不会告诉蓝忘机的 蓝忘机将错题都认真地解析了一遍 他也认真地听着 时不时在笔记本上写一写 偶尔一抬头 看着蓝忘机的侧脸 不禁出了神 灯光下 蓝忘机的脸光洁如玉 额前的碎发遮住光洁的额头 眼睫长而密 鼻梁嗅挺 灯光神色专注 脸去平日里许多冷意 下河线分明 完美地向二次园里走出来的人 认真 蓝忘机用笔敲了敲本子 魏无线吓了一跳 善善地摸了摸鼻子 他不是在讲题吗 还知道我在偷看 真是 看着保持着讲题动作的蓝忘机 魏无线嗷嗷应了两声 乖乖地继续 程度下廓 突然被含了什么 词续